第二堂课 头发的制作 在这堂课呢 我们会将 绘制好的曲线 来做一个转换 转换好的guide 我们会在 Maya里面呢 来做一个 发型上的调整 并将 这个造型 来让它的外观 呈现出来 与添加参数的一个调整